好 顾董事长大驾光临 欢迎啊 来 坐 小五有事 有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董事长还有能用到我的时候 最近东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一看报表才发现 璀璨还有其他公司 已经趁机占据了 大量的市场份额 我们不能再内动下去了 现在的东城 需要新思维 新力量 走出阴霾 打开新的局面 我想请你和我一起 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 你觉得 我有能力和你一起 打开新的局面 你一直有这个能力 然后再开启 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那么恨你吗 因为我一直以为 灵异的眼里只有你 没有我 但后来我知道了 她眼里有的也不是你 二十冬辰 难道 林毅就是送你 豹子项链的那个人 但是别想多了 我跟他之间 只是纯粹的一场误会 我是邱人家的孩子 他跟我上学 我找他报恩 仅此而已 你看 我现在自由了 我为我自己而活 所以 你接受我的邀约了吗 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啊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我曾经牺牲了很重要的东西 我以为能够换取我想要的 可是到最后才发现 我以为能够换取一个人 这人 最终还是得靠自己 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要跟你们聊一下 关于东城的未来 你们都是东城最优秀的一批人 你们的想法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你们希望东城未来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你们希望在东城可以得到什么 明康 你先说说 我呀 就是特别希望我设议的珠宝 能参加国际级的珠宝奖 小卿 小卿 你说说看 我 我就比较实际了 我就想要凭自己的实力 在黄埔江边卖车 卖房 我希望能够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好 我想 让我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 好 我想要设计出一款能够传世的珠宝 好 好 我就是喜欢设计 我要一直做下去 太好了 我要做首席设计师 好 我想去浪漫土二席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好 我希望我设计的珠宝成为豹 引领市场 引领市场 张董事 您呢 我就想能提前退休 回家什么都不干 好 谢谢 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 一个不能为员工实现愿景的企业 不是一家好的企业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愿景 就是东城的未来 东城的决策权不应该在董事会 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 所以现在我宣布 孟总监 请你继续主持销售部的工作 同时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 制定新的销售计划 尽快将库存珠宝卖出 将资金链盘活 好 明康 收集一万所有数据纳入数据库 做好交接工作 推进线的工作 好嘞 张董事 新的一波钻戒的原石 尽快的调配 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 谢谢 叶总监 和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联系 尽快制定考核制度 回掉不合格的员工 发送招聘启示 招纳新鲜人才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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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郭总 你找我 把琉璃钻的全部设计材料 整理一份给我 全部 虽然说金薄力钻石 他们只是要求这批钻戒 是琉璃钻工艺 对款式并没有要求 但是我们不能胡弄 行 我这就去弄 梅康 那个 杏妍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没什么事 她就是让我把往年 所有琉璃钻的款式 都整理出来 董事长情绪怎么样啊 有没有受杰击住院的影响 这么快就又变成工作狂了 你不信我说 自己去看喽 说不定 是让自己忙碌起来 也好分分心吧 行了 都别八卦了啊 你找两个同事 帮你把往年的 那些琉璃钻的资料 整理一下 我去找今年的 我们汇总交给李明康 好 请进 董事长 你已经好久没有休息了 我给你买了站满 补充一下能量吧 这里还有一些吃的 谢谢你 凯西 辛苦了 那我先出去工作了 你别忘记吃啊 好 来来来 先停一会儿 吃点东西 一会儿再干 谢谢 别客气 我这里头居然有一个 狮子头啊 我最喜欢的 看在你今天 这么勤劳的份上 给你们补补 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 嗯 怎么会啊 哎 真应该是标配吧 可能在饭底下 你再拔拦一下 我真没有啊 李明康 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 啊 可能那个 老板忘家了吧 忘家了 这么大个狮子头 也能忘家了 这老板可真够二的 我也觉得挺二的 我也没想到 我们下个狮子头 我跟你说 下一次